我们上课了 然后底下我们要讲的是那个叫做identical identical就是相同的例子 但是我们在量子物理讲的identical 跟我们平常古典是不太 它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古典的话 例如说我们有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在这个区域做运动 另外一个例子在另外这个区域运动 那这个例子在古典物理里头 我们是可以分辨的 例如它有不同轨道 这样清楚吗 它有不同轨道 我们是可以分开说 这个例子在哪个轨道 第二个例子在哪个轨道 在古典物理里头可以分得很清楚的 但在量子物理的话就不一样了 如果是这种情形 如果是这种情形 对不对 一个例子在这里 一个例子在这里 第二个例子在这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可以分辨 但是当两个例子的破函数 破函数如果重叠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分辨哪个例子 是哪个例子 所以我们用这来叙述 这是书上的描述 就是说电子 它是没 就是说 这是它的意思 就是说它没办法分辨 那这是完全是量子物理的效应 在古典物理 古典物理的时候 电子在哪个轨道 在哪个轨道 即使它在相同位置 对不对 我们还是可以分辨的 但在量子物理的时候 尤其是破函数重叠的时候 我们就没办法分辨哪个是哪个 至于到底在这种情况下 有什么特别意义 是因为牵涉到破函数对冲性的问题 在破函数里头 我们可以 以后我们继续谈下去 我们会 破函数它有特定的对冲性 我们先把那个 假如是粒子不能分辨的话 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形 我们这样写 那我们来讨论 我们来解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海门通人 海门通人就叙述它的 动能加为能 主要关键是这两字 多操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例如说我这边有一个例子 例如说我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个例子对不对 然后它的位置就是观察点 这是它的位置向量 它的自选是sigma1 这个呢另外一个在这里 这个呢另外一个在这里 它的位置向量是r2 它的自选是sigma2 这意思是告诉我们说 你如果把这两个例子对掉 把这两个例子对掉 对不对 海门通人不应该有影响 是应该有一样的 小小小为什么要一样 我把这两个例子对掉 海门通人应该一样 为什么要一样 为什么要一样 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两个例子是完全一样的 像现在教授有讲一次 因为两个例子是完全一样的 既然是完全一样的话 我这两个例子对掉的话 会不会影响它整个物理系统 不会啊 这样知道意思的 就是我们的物理系统 因为这两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你把这两个例子对掉的话 对整个系统来说怎么样 是还是一样的 那这句话 这句话在用数学上来表示的话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把 我把这个原先是1 这是2嘛 对不对 我现在把怎么样把这个换成2 这边换成1 这样会了吗 在真正在做啦 我们是把这个原先是1 我们把它换成2 这边是2 我们把它换成1 这样清晰吗 那这系统是不应该 假如既然是不能分辨对不对 应该是一样的 这样清晰知道这句话了 对 因为这个特性会产生很多很重要的物理现象 那我们现在就用两个例子 两个例子的系统 最简单的形式 我们用两个例子系统 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 这是 反正是这样 那因为是相同的例子 所以M是一样的 相同的质量 那这个 这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把两个例子的座标对调 未能应该不影响 那Harmontonian 就我们根据这个原则 跟这个前提 跟这个前提我们就得到 应该要这样 那原先这两项 你把一跟二对调的话 还是跟原先的一样 那我们的虚拟电子equation呢 我们虚拟电子equation变成这样 这是简写的 这是 这是X1 X2 那这是第一个电子的 这边不一定电子的 第一个例子的自选 这是第二个例子的自选 那根据这个原则 根据这个原则告诉我们 就我们把这个式子 1跟2对调 那这个呢 就是 根据这个告诉我们 这个要等于它 就是上面这个 从这一步到这一步 我们只是把编号 我再讲一次 这里这一项到这一项 我们只是把变号怎么样 重新变号而已 这我讲的意思没有 这里到这里只是重新变号而已 这个地址我把它变成第一号 两个例子呢 变成怎么样 变成第二号 清楚吗 这个从真是变号的改变 那 这个跟这个相等呢 是怎么样 是根据这个原则 很清楚吗 OK 然后我们来看看 在这种情况下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那我们来看 我们现在用一个 用一个算符叫做 我们现在用一个算符叫做 交换算符 这个右边那个式子 我们可以利用交换算符来 来对倒 用它对起来表示 这算符是这样 它的定义是这样 一二 这算符的意义就是说什么 把它的一跟二对调 所以这边是 变成Sigma2 一跟二对调 这也就是一跟二对调 这变成那点 都写了 然后这个式子 你看走比较左边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最右边那边 然后一 有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把怎么样 把这两个对调 因为它的数目 我们讲过 这数目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拿到里面去 所以等于是P 然后这个呢 是不是这样子 OK 所以你们看 有没有看到这两个 后面 这跟这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项 剪到左边来就得到 你就得到这个结论 对不对 对好 我在做推导的时候 从这一步到这一步的时候 并没有限定说这是某个特殊函数 所以任何函数的话都满足这 这样先生吗 任何破函数都满足这 当然包括怎么样 包括完整集合里头的怎么样 完整集合里头所有破函数 换句话说 假如任何破函数都满足这的话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就它commitator 是等于零的 换句话说 这个算符跟哈密托尼亚怎么样 它是commute的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 当两个算符commute的时候 尤其是其中一个是哈密托尼亚的时候 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来找 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复习一下 两个算符 两个算符是commute的话 有什么现象 有什么特性 我们因为问很多次的 都忘掉了 我再讲一次 有两个算符 它是commute的话 有什么现象 它可以有一个共同的什么 共同的iPhone function 这是第一个 还有呢 因为其中一个是哈密托尼亚 一个算符 一个算符 它跟哈密托尼亚 commute的话 有什么现象 对它是commute motion 它不随时间改变 它不随时间改变 它爱根维利 或者它的意习值 不随时间改变 这样清楚 所以这书上写的 第一个我再重新 它是consumption 我以前都证明过了 我对这书上写的 我这样写 应该是i跟state 我比较准确 正确写应该这样写 就是说 p12的i跟state 是不随时间改变的 你把它改过来 那我们现在看 它有什么样的i跟state 我们来看它有 p12的i跟state 我前面可以写成怎么样 我可以写成这样 对不对 所以p12的i跟state i跟value是多少 i跟value是正1 p12的i跟value呢 可以是多少 这是平方嘛 开半水等于什么样 可以正1可以负1 正1表示什么样 它不改变它的符号 负1表示怎么样 它破案是改变一个符号 变成符号 底下我举个例子 那正1也叫做对称的 正1的i跟value 这种扣含数 或者状态 我们称之为symmetry 对称的 也就是说 1跟2对调的话 不会改变它的符号 这个呢 是1跟2对调 改变一个符号 变成符号 变成这个符号 这一次是这样 我写在这边 p12对不对 然后u1等于 这样子 这是第一手 对不起 我写在这边好了 知道我写的意思没有 上面签行就是 它最后叫做函数 等于这边正1 就这正1 就这一次秒 OK好 所以这是符1 以后这种 现在猜个符号 这种情形呢 怎么样 不改变符号 知道这意思了 让我们来看 怎么样得到 怎么样得到 这个状态 跟这个状态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 破函数的话 我们有这样的破函数 你们书上用的符号 有点混乱 那边是用u 然后这边又用phi 这书上用了符号 所以我还是照书上 你改成u也没关系 有没有问题 你改成u可以 你这边用u或者用phi都可以 这样的话 对不对 那这意思就是 第一个例子 是这个破函数 然后它自选是正1 向上 自选向上 这是自选向 第二个例子是自选向下 然后这个呢 我们可以把它过成两个 一个是怎么样 一个是对称的 一个是反对称的 知道我写的意思吗 如果这破函是这样子的话 利用这个方式 前面这是规划系数 这是规划系数 那另外一个是反对称的 我可以过成怎么样 由这个我们可以过成 一个是对称的 一个是反对称的 亲子知道怎么用了没有 知道他的意思了 这S呢 S就是Symmetric A呢是Anti-Symmetric 这很容易证明 因为你把一跟二对调的话 这一项变成这一项 这一项变成这一项 但这是加号嘛 所以它是一样的 知道意思吗 这个呢 你把一跟二对调的话 这一项变成这一项 这一项变成这一项 但这边是负号 所以要怎么样 要拆个负号 知道意思吗 OK 那我们刚刚讲过 我们刚刚讲过 因为 这个呢 我把它再写一次 我们来看它的物理医了 在这来说 P12 对不对 给 那我们刚刚讲过 因为 它跟它Commute 这两个是Commute 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讲过 一个特别 它这个Igenweight是怎么样 就怎么样 或者这两个状态就怎么样 维持怎么样 维持一定的 不随时间改变 所以在某个 如果在某个时刻 如果在某个时刻 它状态是对称的状态的话 它就一直维持怎么样 就一直维持对称的状态 反过来呢 如果在某个时刻 它是怎么样 它是在反对称 反对称的状态 它就一直怎么样 一直维持反对称 知道我讲意思没有 OK 所以这两个状态 如果在某个时刻 是这样的状态 它就不随时间改变了 就维持那个状态 那底下我们讲一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理 叫包里原理 也说也叫做包里肉 你讲包里原理也好 或者包里肉都可以 我把原文写下来 我们来解释这个 有几个观念我们要注意 我的例子 我的例子自选 如果是二分之奇数的话 叫做奇数除以二的话 就这样的 一三五 一三五是奇数嘛 那除以二对不对 这些例子 它自选如果 这些例子自选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必须要怎么样 它破坏数 应该 N个来讲应该讲状态 它的状态应该怎么样 要反对称的 就自选 自选如果是奇数除以二的话 它的破坏数或者状态 应该是比较 必须要反对称的 那它的名称呢 名称叫破坏 这些 它呢 必须满足 破坏数的统计力学 有四个东西 一个是 奇数除以二的自选 破坏数反对称 名称呢 叫破坏 满足怎么样 破坏数的统计力学 那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解释这些 那另外跟它倒过来的 第二个 这边有三个 一个是 integral 这两组 右边是怎么样 自选是整数的 012 自选是整数的 接着呢 它破坏数是对称的 然后这种例子我们叫做破坏 那它是满足 波士爱因斯坦 对波士爱因斯坦 统计力学 我把这写在这边拿 波士爱因斯坦 波士爱因斯坦 统计力学 是这样描述的 就后兰率 就是电子 举个例子 电子对 或者是其他 子子也好 电子和子子 它的怎么样 它的能量 是一的这个状态 它占有能量 是一的状态 后兰率是这样描述的 那这个叫怎么样 叫负面底论 你讲负面底论方显也可以 那你讲统地理学也可以 然后这边呢 这边是波士爱因斯坦 它是这边减一的 右边是加一的 对不起 左边 左边那个分明是加一的 这边是减一的 有没有问题 那下一次上课 我会跟你们讲 这个函数的特性 这个函数的特性 还有 还有这个函数的特性 OK 等一下我先跟你解释一下 这个μ 这个μ 这个μ叫化学未能 这边这个μ叫化学未能 它的物理意义 我们下次上课的时候 我再跟你讲 OK OK 谢谢大家